那我们各位进志工系之后 你可能从一年级开始选程式设计 但是事实上各位可能都还在非常初期的阶段 那这个非常初期是好事 但是相对的就会觉得说专业度不够 那这是正常的 很少人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专业度很强 那这是不容易 但是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让各位去学起来的时候 你不会说OK 现在我专业度不够OK的 我大二我大三OK的 但是十年之后呢 我的专业度还是同样的 还在这里 那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他们十年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OK那所以这里其实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最近这二十年来的改变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那就是open source 如果你没有办法向open source学习 那十年之后你势必专业度还是不够 我的意思是指你要走程式领域的 走资讯领域走程式领域的 那在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知道那时候 其实GNU已经有GCC这种工具了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去用 我们用的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bollen 的delbi 和那时候还没有delbi 那时候是bollen的perbopascal 然后还有bollen的c++ OK那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像tovas开始写linux tovas的年纪大概跟我也差不多 他在写linux的时候我也在大学 OK 所以当他们这样逐渐网络又开始起来 改变了整个环境之后呢 知识的扩散就变得非常的快速有效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从事程式领域 我建议各位及早接触开放原始码 但是一直有同学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各位一定也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那其实开始怎么讲 有时候常常碰到人家说OK 那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念国外念研究所 然后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要去国外念研究所 我连出国都没有出国国 我怎么知道怎么去国外念研究所 OK那怎么开始 那你就会发现 有一些年轻人 其实现在年轻人有很多样 跟我们那时候 还不太一样 现在有些年轻人呢 从 高中开始 他就一个人出去 然后背包客 英文很破 没有关系 背着包包 第一件事情 办签证 第二件事情 买机票 然后呢 就出国了 什么事情呢 出了国 再说 只要你出了国 你一定会想办法活下来 很多事情你要去解决 你要去处理 你看 你可能会事先利用网络 去订一下 你要住的地方 而且国外可能很多地方都很贵 所以你住不起 所以现在就有像Airbnb 或者是一些换宿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你去住那种比较便宜的 Hustle民宿 然后 你会发现 我一旦踏出去 虽然会有一点小问题 但是 最后那些问题 都很容易解决掉 当然有时候 问题会比较大一点 就说一下机场 那包包就被偷走 之类的 这问题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 但是开放人师嘛 我觉得也是这样 你一开始就说 我踏不进去 我跨不出去 人家写的城市都那么大 那么复杂 我现在所写过最长的城市不超过一百行 那我怎么样子去踏入这样的领域 发现说 这个领域的城市有些甚至是千万行以上的 那我该怎么踏入这个领域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说 那那些参加开放人师嘛 等于不是都很厉害吗 千万行的城市他们也可以搞定是不是 感觉是一个一个一个组起来的 其实没有人有那么厉害的 千万行的城市 不可能都是你写 大家做的事情是什么 组装来的 第一个就是 我要 进入这个城市 在一个专案之前 我是不是 第一件事情 我把它下载下来 这点走做得到 现在电脑硬碟很大 对不对 就算是千万行的城市在你的硬碟里面 也只不过是 那那那些 最原始最原始的原始嘛 那些创造者 这他们有做到 最原始最原始的 其实 这个有 通常千万级的城市 他都不是一个城市 诶 走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就有很多很多的include进来 诶诶 对 对 他 千万行以上的城市 其实都不是一个城市 他都是 一个整合 整合成一个packing OK 那这个整合 譬如说 目前我们看到有千万行以上的 大概就是Android Android1000多万行 他是什么东西啊 Android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有概念 就作业系统 Android是个作业系统 OK 那他跟Lanus有什么不一样呢 Lanus200多万行 如果你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Android的里面包了一个Lanus 所以他马上就调升了200多万行 对 那再来呢 Lanus是不够的嘛 你视窗界面那些东西 Lanus Kernel 是没有 Lanus光是Kernel就200多万行 如果还再加一些 视窗啊 有的没有的 韩式库 Java虚拟机之类的 马上就快速膨胀了 OpenGL 绘图的这些韩式库 一直加上去 Android就是这样子搞出来的 所以他会千万行 其实是 Google 其实也不是Google 是Andy Rubin 也就是Google现在的 副总裁 然后 他就是当初开了一家公司 做出Android 结果被Google并购 当初他们其实做出Android的时候 四处找钱啊 不是那么顺利的啦 他曾经来台湾找钱 去韩国找钱 都没有人要投资他们 最后Google把它买下来 整个世界 手机产业 就变得不一样 所以 这种软体其实是 在 摆积木 OK 你今天会用电脑 不代表电脑是你做的 对 那同样的 你今天会用那个软体 不代表那个软体是你写的 OK 那我今天会用电脑 我很难切入说 OK 那我今天想把电脑的某个按钮改掉 或者是电脑的某一个 硬体功能 我要把它改掉 摄氏很困难 因为你一旦这样改的话 呃 其实是可以啦 像 之前那个 我记得 看李金涵老师他们玩硬体 他们就是 那个 哎 吸尘器 对 他们有买那种 吸尘机器人 但是他们 最后为了要改造那个机器人 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把那个机器人呢 挖个洞 然后呢 把里面的线路给拉出来 接一下 然后加一个感应器 然后 因为那个 机器人可以写程式 所以 他们就这样子做 其实那个机器人 不是让你 做出来让你挖个洞 没有把把线接出来 但是 是可以的 是可以 如果你了解 电路的原理 是可以这样做 那同样的 呃 软体 现在 更是这样 因为软体你要改更简单啊 你也不需要挖个洞 对不对 你只要把他 程式码 从哪里开始加进去 OK 然后就 就重新编译一次 还能不能跑 我 所做的功能 有没有在里面 你怎么知道他有在里面 很简单啊 以c语言而已 你就printf 你printf有出来的就是有在里面 没出来的就是没在里面 不是这样吗 OK 所以 并不是真的 那么那么的 困难 但是你要踏进去 你没踏进去的话 你10年后跟10年前 就是一样 一样 好所以 可是 各位还会有其他面对其他很多问题 我今天想 写这个文章 一个目的 是 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都有问题 第二个是 怎么样子去处理 那如果我们 我就在想说如果回到各位的年纪我会怎么做 OK 我一定会 好不容易 从 高中上大学听说可以大玩特玩 那当然 你会 想说OK 三个学分都要修吧 三个学分都要修吧 然后再来呢 同学们你在大学的时候跟 高中 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高中的时候是英数理化 这些通通都要修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 如果你在 这样子去做 那 恭喜你你可能会变成一个通常 但是呢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通通都不是 OK 你应该会有一些专场 什么专场 那以 资工领域而言 你一出去人家期待的就是你至少 城市要写得不错 至少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 可是 现在问题来了 城市是一个 很大的东西 越来越大 大到 非常的可怕 那以我们自己来看 我们都觉得 没有办法应付 我现在这边 我们到底该学什么城市语言 一定 很多同学一进来就碰这个问题 然后大一呢老师就教我C语言 好我就学C了 结果学完之后 我发现说 我一直在printf 一直在scanf 但是呢 我好像做不出什么东西 那等到你学了视窗 你说我好像做得出一点东西 但是现在人家都在写手机 或写ipad 或写ipad 我不会 这很正常 没有人什么都会 那 更糟的是你会看到一堆这种东西 C C++ Ruby Python Java Python我还写了两次 PHP Javascript Pero Lua C-Sharp VP Objective-C 然后你会看到 VidualStudio FC++ GCC Eclipse Rail Django Apache MySQL SQL Server Express Oracle Mangoose MangoDB NodeJS Linux Windows BladeBSD iMac iPad Android Unity Ubuntu Adreno RacerboardPi 这些 大家 看了你有哪些说我这些全部都 都会 那就快变成神级了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神级的那就变神经病了对不对 那就 不可能 一个人把这么 这么多东西你全部都搞得很熟那 那 也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像我尽力的在 在 扩张领域 但是 但是这种的结果就是 在学校我们可以这样玩 但是 出了社会你这样玩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那我什么都会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啊 所以 各位 你一开始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办 那 所以呢 很多人就想一想 那我还是 那我还是继续回家 打电动好了 是不是 OK 那 这 这当然 继续回家打电动 或许 十年之后你会变成电竞大赛里面的那个 那个 冠军 但是 但是 我想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同学大概也 寥寥无几 那所以 其实电竞大赛的竞争大概也是很激烈哦但是 但是 往往那个东西就好像你 你说今天念的职工系我要去打NBA 是差不多的意思吗 有多少个人 会 会 变成 像那个 那个贼 什么好 林书好 林书好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我念了哈佛然后我去打 打NBA的 很少 对不对 那 所以 最后你其实还是得要 想一想 我面对这么多困难复杂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我该怎么办 那 你 有人会想说那我连续谈四年的恋爱然后四年之后再继续维持这种小清新的局面吗 然后出来之后呢 我 我就跟高中毕业没两样 还是一张白纸 对不对 这样虽然感觉很好 可是 可是 你年轻的时候做一件事情你可能 人家会觉得啊不错 这个年轻人 就是该去做这件事情 等到你毕业之后你还做这件事情那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等到你30岁你还在做这件事情那人家觉得 这个好像 好像已经 过了那个年纪了 那就会有点东施孝品的那种感觉 所以 啊你 今天如果在这四年里面你没有 没有往 一个 专长 或者是你发现 你还是早发现说OK 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那 可能 可能 四年或十年之后 那个状况是 是会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呢 各位要怎么开始 那学校 我们 有一个东西 就叫做老师嘛 我们的责任就是 让你们开始 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让你们结束吗 我们的责任当然不是让你们结束啊 对 我们只能帮你们开始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们结束 对 我们可以让你们开始 学会 一些 程式设计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让你们开始 变成一个专家 这点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所谓的专家就是 你要在一个 方面 比你的老师强很多 那才叫专家嘛 如果 今天在那个方面 连 学校老师你都不能打败他的话 那 你出去的话 还 还能够叫做专家吗 那个是 很被质疑的东西 好 所以呢 或许你会去 找一下 如果有些比较用功的同学会找老师聊一聊 但是 事实上 可能 帮助不大 如果有去找过一些老师聊的同学 你可能会 感觉到 帮助不到为什么呢 因为你问五个老师 每个老师都跟你讲不同的 因为那个牵涉到每个人的价值观 已经 已经是 不同的东西了 那这时候 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 不问老师 你可能 改问一下学长 对 那 学长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研究生 有一个 有一个 逆称叫烟九生 所以 你 一去的话 他可能就 来啦 干啦 不要说那么多啦 念书没什么用啊 那 可能也是没有解答 所以呢 所以呢 各位如果 看到一年级的课程 你就会发现 专业课程好少 都是国文英文物理体育维基分 对啊 专业的课程真的很少 那你会看到后面有 程式设计 这好像 数位逻辑 这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一年级是这些课 第1个 计算机概论 因为你们 我们假设你们没有 没有学过电脑 所以 一开始 上这门 再来的话呢 一门硬体 一门软体 OK 从此可以开始你后面所有的课程 这是有 他设计的道理 那所以 你看了你就会知道 OK我想走硬体的 数位逻辑应该要学好 我想走软体的程式设计应该要学好 OK 好 那当然其实最好两个都要学好 其实数位逻辑是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最好两个都要学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你去上课 那你就可能会看到 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 都也上了很多课 那现在也有很多那种 网络课程 网络课程 像这里 交大的 计算机概论的课程 所以我特别把他拉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 交大计算机概论 我发现是一个博士生在上 对 对其实我们学校没有博士班 那 其实我们当初大学的时候 我的维基分也是一个数学系的博士生来 帮我们上 那我们 我们学校比较 跟 台新教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博士班 所以我们没办法请博士生来帮你们上课 但是 但是其实 也有好处 那 博士生上课也有好处 因为他们很认真 对 他们都 就上这门课而已 他就很认真的 那 但是也有缺点 就是因为 他是从 不同科系来 数学 课他就数学系来上 结果你上到 数学课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我到底在上什么啊 那个 维基分为什么一直在做证明 然后 从头证明到尾 而且呢 交到最关键的就没有了 交到 比如说 我们维分 所以应该 有 有 比较偏 程式的 部分 或者是 比较偏工程数学的那部分 物理液转换之类的那种东西 那些没有因为 数学系而言 他们有另外的课是上这种东西的 工程数学之类的 那你就会发现 他就只交到那个 维分和积分结束就没了 OK 那就不是很适合我们 我们科系 那当然他们的数学的 能力会比 资工系的老师的数学可能会好 对 这点是绝对的 对 校园有没有要去数学 我也会去数学 OK 所以 有好一定有坏 没有那种全好 我会觉得 多大学应该 我好得 我老师自己讲 请说 请说 没有就是应该 就是应该你想学的时候 你就到哪边就可以去学 每个系 你想要去学的时候 你就可以跑到那边系去学 对啊 没错 其实各位 现在你跨系选修的状况 大家有没有 不是跨系选修 也可以去旁听 也可以旁听 对啊 跨系选修或旁听啊 我们这个环境其实是比较 没有那么 多选择啦 因为 因为 第一个学校不算很大 那第二个是 我们学校旁边也没什么学校 所以你又不太可能说 那我今天 这个学校的课 我觉得 老师教得不好 我 我不要上 我就跑去别人学校上 那 其实 如果你在台湾上 有时候是可以这样的 好像我之前是练教大 教大跟清踏是连在一起的 那 所以呢我们 有时候修修教大的课 清大开那个课 我觉得不错 我就跑去修 对啊 那 而且有时候你 我同样没有说教大的课 那我 我吃工系 但是呢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 吃工系 我们念二年级的时候 就有人说 经济学 很重要啊 未来你总要赚钱吧 所以呢 就一堆人跑去修经济 就是气管 应该是什么管科啦 教大叫管科 管理科学系的经济学 结果 结果还有人拿到 那个科系 最高分的 那 所以 所以其实 那个管科的 同学就 有些觉得 你是来踢管 嘛 那 就这样 那 可是 就是 其实你可以 大学是一个探索时期 你不要把他讲说 OK 我大学的时候 我念 职工系 我一定就是 职工系的学生 我这辈子就更定职工了 但是 你可以读更多 更多 更不一样的来增加你的相法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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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路也是还不错的 对啊 其实大学是 为什么叫大学 对 很大的 你没有限制才叫大学 你 那个 可以探索的领域 很广 OK 那 你的思想 我们没有给你限制 没有给你 一定要有个范围 那个才是大学 那如果说 我们的大学是 OK 就是学这个 就是学这个 其实那个应该是 技职 应该是技职 就是 我今天进来 像德国那样子 OK 我学 学水的 水电 我就 就学水电的 我学机械的 我一直 一路学机械 那是技职 但是 呃 其实在台湾有一个问题 各位可能 呃 这班 你们这班是高职上台 高中上台 高中高职 高中高职都有 对啊 那高中高职都有 你们会发现说 其实现在高中高职的区分 越来越 不明显 那 虽然高中高职 可能上的课不同 但是一旦到了大学 不管你是念普通大学 还是念科技大学 上的课几乎是一样 不然你不相信你去把那个 北科大 的课表拿出来看一看 跟我们 差不了太多 跟 你再跟他 跟那个台大 和交大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 都一样吗 而且 不只 不只都一样 连那个老师呢 都是同一系列出来 知道为什么是同一系列出来的吗 这些老师其实都同一系列出来 你以为 技职的老师是从技职出来的吗 不是的 记职的老师从哪里来 记职的老师也都是 都是 从 大学出来 因为他们都念到博士 在 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 记职根本就没有博士 所以现在的 记职老师其实都是 从大学出来 那早期其实不用拿到博士就可以在 记职或 大学教书 现在 越来越没有 就这十年来 其实越来越没有 所以你碰到的老师其实都是同一系列 记职跟大学没有区分 所以大学跟记职其实变得都一样 所以 大学有个问题 现在我们台湾的 大学有个问题 就是 大家都是从 大学体系出来 那 所以食物上面来讲 相对的是比较弱 也就是说我们很少那种 专门做实作的老师 不多 所以食物上面其实相对的是比较弱 当然有些大学体系的老师他实作 很好 但是 回数真的不是很多 回到 回到我们 这篇文章来 那 我这样子 学了 一门程式设计 课之后 我就可以 可以进入这个领域 可以 可以悠悠 自得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你可以从 程式设计课 学会程式设计 应该是可以 各位 念到现在 各位现在是三年级 对 那念到现在应该 也要 做到这一点 就是你 学会基本的程式设计 OK 那 但是呢 你要 变得 变得 变成程式专家 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怎么样子变成 程式专家呢 其实我没有办法告诉各位 为什么 各位看可能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 我写了很多程式 但是 但是我写的都是小程式 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要写小程式有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其实我不是在写程式 我是在写书 我是在上课 所以 一旦程式太大呢 我怕各位无法理解 所以我们给你的办例都很小 我尽量都把它压缩在100行 左右或以下 让各位学起来 不会一开始就挂点 但是 各位如果 要 在这个领域变得 属于 属于杰出人 人的话你 不可能停留在这种100行的小程式 你要往前进 你要可以去 参加 跟人家一起运作 做出几万行的程式 怎么不写程式啊 也有 但是 我觉得 怎么讲 这样讲 这样回答我觉得也不太恰当 对 你刚刚所谓的不写 你的想法是什么 先告诉我 没有 我是觉得这样子 你这样不知道coding 扣到何一何月来的 对 我觉得 果然一直coding 是有点累人的 一直coding有点累人 对啊 确实 对 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想法 对 我觉得想法 会更来更重要 OK 没有 没有讲 其实 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质 对不对 所以 你会想到说 有些人他就觉得 诶 coding很有乐趣 我就是一直coding 对不对 一直写一直写 诶 我每天写我很开心啊 但是 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质啊 像 杨瑞其实我觉得他是比较属于那种 他可以走学术路线 因为 你的程式 你把他想象成只是一种 做实验的方式 他目的是用来验证 我的理论对不对 那这种人就非常适合走学术路线 那如果我的程式 我 我是一种 就说 OK 我走工程的 跟走 学术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走工程的就是 不管多大的家伙 我都要把他搞定 那 你可以想象说 OK 我们 整个工 工业的那个 结构是怎么样子 建 建构出来 其实靠一大堆工程师 日以继业 很多 复杂 你觉得 很难 很难 把他弄成实体的那些东西 最后他把他弄成实体 而且还可以 可以运作得很好 这些是靠一大堆的 劳力劳力 去做出来 对啊 一定要劳力啊 不能只靠劳力啊 对啊 那 跟学术界不一样 学术界是 他是 把想法 OK 变成 一个 可以做实验的东西 然后 把这个做实验的东西呢 做得很清楚 到底这样的想法 他的能力 在哪里 他的缺点在哪里 在什么条件之下 他可以发生 这个是学术 所做的 OK 那往往呢 我们是 学术这边 有了一个 基础的 就是说我给的 100行的程式 出来之后呢 工业界就把他弄成 三万行 百万行 是 是这样的分工体系 所以一个国家 其实如果你今天 学术界 的东西 可以 不断的 由 被工业界使用 然后 工业界所做出来的那些 啊 工业级的产品 回馈过来 再让你的学术界 可以去 用他来做 更好的实验 更高级的实验 更精确的实验 你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准 就会强 但是 不幸的事其实我发现我们往往是断掉 就是 学术界的东西没办法给工业界用 工业界的东西也不会回馈到学术界 那这 这个就有带各位去努力了 好 那所以呢 我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各位答案是因为 我在这个领域 我很少去 参与 大家一起做 做那种分工合作的事情 所以呢 我举几个人 当例子 一个是 Jaysef 财社夫 一个是 Blackchain 钱峰祥 一个是 S代的 这里 那 你可以看到 他们是怎么学程式 Jaysef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写作业系 系统程式 作业系统 很熟很熟 OK 他 而且他也在 像陈大安台大开了课 教陈大安台大的学生写作业系 但是 他没有 没有大学毕业 所以其实有点改变 学术界有点在改变 没有大学 毕业的人 可以进台大去教他们 上课 上他们的课 开始 为什么其实这绝对不是教育部主导 是什么 大家知道 问题在哪 学术界的造本在哪 学术界全台湾就是找不出有人可以做这种东西啊 再来 再来 最近几天 他被我们拱上去 干嘛呢 他就发了一封po文说 他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从哪个新闻看来好像有人做国民机好像做的不是很好 他说 那我也要做国民机 如果集到五千个赞 我就开始做 结果那几天我们就开始 拱他 然后呢 我又把他贴到城市人杂志 一堆人开始 拱他 结果七千多个赞 我记得我上次看到 然后呢 他就 被迫赶鸭子上架 然后 然后 只好下去做国民机 所以我们都变成那个加害者俱乐部的成员 他还把我加到 他的韩籍社团里面 因为他 说他的国民机要叫韩籍 H-A-N-G-E-E 那另外S-Lite他是 是那个 很会写网站 那他都用Ruby 不断的写网站 开公司写网站 那所以像他们有 最近有开了一个叫Lockdown的 网站 就是 让你用Markdown 来写 网字 Markdown是一个 越来越 越 在电子出版上面越来越 被 欢迎的一种 超简单语法 不过很可惜的是 他的发明人 其中之一已经死 而且是 被迫害而死 那 命运跟那个 图灵 有点像 而且非常年轻 26岁就死 26岁 那他的发明人 叫Alon Swartz 那他之所以死是因为 他下载了一万多篇论文 所以就死掉 后来是自杀 好后来 所以呢 你要 什么样子做 其实不妨参考一下这些人的经历 那以JSF而言 你可以看到 他几岁就出来 写程式 所以他比一般的 大学 念大学的 早了五年就出来写程式 而且他 出去的时候 他发现奇怪 大家还要用他 虽然他只有高中毕业 大学是毕业 大家还是要用他 所以 这个领域 其实有时候 当你这个人 没有真正的东西可以看的时候 只好看你的学历 但是如果你有真正的东西可以看 其实人家是会看那个东西的 所以 他们都很会用 Open Source 举个例子 JSF他 Enjoy的玩非常熟 他Linux Kernel之类的 他也有 参与 参与贡献原生 他有写 像 各位 各位可能在 Linux上面会用一个输入法 叫什么 新库音 对不对 新库音输入法 那是他写的 那再来 各位可能 就是 就是 你会看到说 在 很多Open Source的领域 特别在作为系统 按迁入室的这个领域 你会常常看到 他给的一些文章 或讯息 你会看到 FreadChain 他其实是特别对 最近 应该说这几年 是特别对 Note.js 和Google的 JavaSquit引起 V8 特别 有去参与 他们 把这种东西玩得很熟 做什么呢 前一阵子他们弄了一个公司 是要 帮人家 就是把 JavaSquit这个东西呢 拿来写 迁入室系统 那这个大家会觉得是 很奇怪的 一种想法 因为写迁入室系统 不是应该用C吧 但是因为现在 迁入室都已经太强了 强到 强到那个都已经是一台电脑等级以上的东西了 所以拿来写迁入室 用JavaSquit好像也 不是很奇怪的事 那 而且他 我印象中他之前曾经在 OpenMoco这一个 专案里面 工作 那OpenMoco是一个 开放原始码手机 而且是 我印象中好像台湾 厂商主导的 应该是大众还是谁 然后但是 没有很成功 所以后来撑了很久在 2012年了 这个专案结束掉 不过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有些失败的 专案或失败的产品或失败的公司 往往是 人才的汶船 这很 常见 举个例子 全路的PAC实验室 释出了多少的技术 多少的人才 这导致后来才有 苹果电导 的视窗界面 这些东西出了 那 同样的OpenMoco虽然挂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 释出了 对台湾 资讯领域 蛮多的人才出了 那 所以呢 我是觉得 还是建议各位 要试图去投入开放原始码 那 一定会有人觉得 不可能啊 我怎么可以开放原始码 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开放原始码 建议各位 第一个就是上Github去 Github 全世界现在最大的开放原始码 网站 你上Github去 做什么呢 把你的 家庭作业传上去 如果你今天家庭作业是两个人写的 你们不用碰面 你们完全可以在Github上面合作 我写一个模组 你写一个模组 我们分开来 都不用碰面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要commute到Github上面 然后呢 合起来 MAC 可不可以动 OK有问题 这就是 专案管理的开始 如果你的专案管理 永远都是很空泛的 说OK 程式码行数可以用来 当 专案的指标 人月应该用多少 那种 其实 你会发现 是很虚的 你真正用Github来合作 你就知道 专案管理从哪里开始 软体工程从哪里开始 当你发现说 你的程式和我的程式 都不起来的时候 你的软体工程才会开始 否则软体工程要怎么开始 专案管理要怎么开始 这是从这边开始 那所以各位呢 刚好你们都在做专题 专题就是让你训练这种事情的好时机 那为什么我 最近这几门课 常常要求要各位要分组 虽然 可能 有些同学程式能力很强 但是问题是 没办法合作啊 你不知道怎么合作起 这会是一个灶门 这会是一个灶门 但是在学校真的很难 比业界困难很多 各位知道为什么 如果是我们今天是有研究生 还好 没有大学生的话 真的在 这种合作上面困难很多 不过 还是得尝试 因为 你会发现大家的实力 超不对称 那 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花五分钟就写出来了 我要花三天去跟人家做整合 一定合作不下去 对不对 我们也会 所以 这是正常 所以 前几天好像有同学在问我 那就 他说 那些专案都那么大 我怎么插手啊 根本就没办法 那很大的专案我也插不了手 不然你就会看到Linux的程式码可能有 几万行是我写的 对不对 没有吧 你插不了手 因为那个是 你要 长期的投入 那 OK 所以该怎么办呢 你找 你有兴趣的领域 特别像 我们这门课后 之后会有使用 JavaSquid Note.js 那边的程式其实都没有那么可怕那么大 而且那边的程式呢 基本上都不用编译就可以执行 为什么 因为JavaSquid是 不用编译的 不用编译就可以执行有一个好处 你想改哪里就改哪里 反正执行就对 OK 那也不用花很多前置时间去做建置 那 这样你从Note.js开始去做 你可以进入开放S码的领域 好那 不要把 Open Source或Github想成一个很伟大的东西 只是个程式而已 每个人都可以传 我可能已经有传了 三四十个程式上去了 那但是都很小 而且都是我一个人 在处理而已 但是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但是建议各位是 该合作的时候 就两个人一起 用一个专案 所以你会学到更多 那你一旦去写了之后 你可能会需要用Markdown 因为你写文件 预设Github 会是用Markdown来写 所以你会慢慢的 开始 走到电子出版 然后 会懂电子出版 至少是程式人的电子出版 然后呢 你会懂 程式的合作 你会在程式上面 更深一层 慢慢的你就可以 发现说OK 我的 我的比较 想要做的东西在哪里 那 当然你不会马上就变成专家 等到你在这个领域投入一万个小时 一万个小时大概多久呢 大概 连续写个四年吧 整个大学都在写 很少 大学你要修课 那你大概 毕业之后再写个四年 不过你们可能要先去当兵 当完兵在写的是你 你可能就会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 那所以你不需要 不需要 其实在这个时代 其实不需要 不一定 不一定要 亲身到那里去 透过网络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是建议各位 其实各位现在你会发现 我们的房子很贵 我们的房地产很贵 我们的上一代比较有钱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都没钱 除非他是 从老爸那边继承下来的 但是这个 这个是在实体的世界 那现在更大的一个世界是 网络的世界 这个是没有空间限制 你想在里面盖个房子啊 用Sketchup自己拉一个 把它放在Google地球上面 占领地球 可以啊 你可以想 想像说OK 像昨天我在看这个Keroro 他每次都要占领蓝星 对不对 可以啊 你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星球 自己占领 这 你 如果从网络上面 我觉得 迟早 这两边是会融合 而且 可能 大部分的改变都是从网络那边来 所以如果你可以 从层次的领域去这样子探索的话 我觉得 应该 应该过个十年世界会变得不太一样 OK 那 这一篇大概就先看到这里 那我们 下一堂课再来开始来上课 先休息个 我